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及关于月球的假设 1.如果月亮不停止摇晃怎么办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这里有一些关于月球令人费解的事实 它诞生的时候其母体就像一个甜甜圈 它可能是由地球表面的岩浆喷溅至目前的轨道所形成 它一直不停在缩小 每过一年它就会离我们越来越远 如果觉得这些让你摸不着头绪 那么就让我来详细的跟您说明 月球诞生于距今45亿年前 并显有照片存在 在那时地球仍是一个被炙热岩浆海洋所覆盖的年轻行星 某天一个与火星差不多大小的巨大天体 与地球产生了碰撞 其产生的影响比将恐龙灭绝的小行星 撞击力道还要强1亿倍 就是这股巨大的力量将地球表面的岩浆推向了太空 起初喷发至太空的物质形成了一个没有动的甜甜圈 中心较薄 耳边缘则较厚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个原始月亮开始向我们所知的球体形状慢慢转变 但你会讶异知道它并非仅仅是颗在天空中 死即而且不活跃的星体吗 还是知道实际上月球自从爆炸中诞生后 一直持续在冷却中吗 这正是它持续萎缩的原因 随着温度的降低 物质的密度因而提高 最后导致月球萎缩的发生 好了 关于月球萎缩的部分解释完了 但有关于月球摇晃的部分呢 实际上这是都是源自于同一个过程 如您所见的 随着月球的热核心在过去的一亿年中逐渐冷却 使月球编驳了约150英尺 当然这个过程在月球的地壳上 并不是那么容易进行的 月球的地壳仍然在不停的移动 并且自行发生推挤 形成称作逆断层陡坡的走折裂缝 在这些陡坡附近 月亮仍然非常活跃 会因地表下断层的滑动而持续产生摇晃及震动 关于月球诞生的大碰撞假说 在科学上已非新鲜事 但它仍有个巨大的缺陷 如果月球是由一个火星大小的物体撞击地球形成的 那么它一半以上组成物质应该要都来自该天体的残骸 但现在的证据却证明了这是错的 月球的组成成分反而与地球更为相似 在2019年4月29日 系野夏目Natsuki Hosono和他的团队发布了一项新的研究报告 他们透过在原始地球上添加岩浆海洋这个元素 来将这个缺陷补全 这解释了月球与地球构成之间的相似性 而且要将液态岩浆发射到现在的月球轨道上 要比固态物质更容易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月球主要组成物质是来自于地球的由来 不久之后在5月13日 由汤姆斯瓦特 Thomas R. Waters 所领导的一组美国科学家 发布了一项能解释月球萎缩和震动过程的研究 这项研究最让人注目的一点便是 它是参考了由阿波罗计划的太空人 放置在月球表面的地震仪所收集而来的数据 迈出的这些步伐对于人类究竟有多巨大 真的是非常令人惊叹 在这项研究之前 科学家们不知道是什么导致了月震 但今天它终于得到解释了 我们不必担心我们的月亮是否会影响到我们的安全 终于可以放下压在心头的大石了 二 如果月球离地球越来越远会发生什么事呢 也许月亮的萎缩不会对我们造成影响 但另一项不可逆转的过程正对我们构成真正的威胁 当然或许什么威胁都没有 就让我来好好解释吧 事实上每年我们的月球都会以大约1英寸半的距离远离地球 听起来似乎并不多 但请想想看 在月球刚诞生时其距离地球仅14000英里 但现在已距离地球大约25万英里 如果你玩过旋转木马 那你就知道为什么月亮正在旋转离去 物体的自转本身会产生一股离心力 促使其沿转动半径向外推出 地球与月球便存在着同样的状况 月球造成地球海洋的潮汐隆起 但该隆起并没有和地月系统的轴线保持一致 由于地球的自转 它约略的超越了地月系统的轴线 这正是这些引力的结合 使得月球的轨道逐渐远离地球 但月球离得够远 它对我们的世界的影响力就会变得越来越不明显 例如潮汐现象将不会像以前那样显著 这可能会导致大规模的灭绝 幸运的是 并不用担心这种变化会在明天到来 地球还有很多时间可以准备 但这也引发了另一个议题 便是月球远离地球的同时 还会导致地球自转的减速 三 如果月亮减慢了地球自转的速度怎么办呢 信不信有你 当月球刚诞生时 地球自转的速度是相当快的 只需要四个小时便能自转一周 当然如果星期一只有四个小时似乎很棒 但整体来看这仍是一个问题 月球在地球轨道上的存在 使我们的星球自转速度慢慢减弱 它已经让地球的一天延长了19个小时 并且从45亿年前月球诞生以来从不减短 若只是一天的时间变得较长 似乎听起来对地球上的生命还不错 但这个议题其实尚未结束 如果你想要一天能够有25小时 这个愿望将在25亿年后实现 但你可能不会因此感到高兴 地球自转减速 实际上并不是件多好的事情 自转的越慢 地球将会变得越不稳定 它可能会开始摇晃 这将彻底影响气候 冬天将会更冷 而夏天则会更热 而在这种情况下并没有生物能够适应这样的变化 不过好消息是这个情况已经发生了数十亿年之久 4.若有一颗巨大的小行星撞击月球怎么办呢 让我们来谈谈几乎马上便可能发生的事情吧 你可曾注意到月球的表面布满着大大小小的陨石坑吗 这些便是受到无数流星体和小行星撞击后的印记 但我们的地球呢 值得庆幸的是地球拥有月球所缺乏的大气层 大气层是我们所拥有的太空防护罩 若有任何天体试图从太空落到地球表面 将会与大气层产生摩擦 这会促使该天体燃烧甚至烧成灰烬 流星体的直径大小必须超过25英尺 才能顺利的通过大气而不会被燃烧殆尽 而任何比这个更大的天体坠落下来都可能会造成不少的麻烦 即使是对地球而言也是如此 而月亮更是脆弱的多 几乎所有瞄准它的天体都会集中它并造成相当大的伤害 但另一方面 月球并没有任何脆弱的生态系统需要保护 因此即使是一颗巨大的小行星也不会对它造成太大的威胁 它会只是月球表面的另一个陨石坑而已 想要对月球造成实质性的重大伤害 可能要让它先偏离原本的轨道 更需要有一个与月球本身大小相对接近的天体才行 但这不会是近期会发生的事 嗯...似乎隐藏在月亮身上的神秘事物都不是致命的威胁 至少在近几亿年中会是如此 在那时候我们可能已生活在新的行星上了 并有了新的卫星 但谁又说得准呢 今天我们才刚刚迈出了我们星球的第一步 第二次月球探险计划将于2024年进行 有鉴于上一次的结果 我想知道这次新航程会有多么的重要 你认为在新的月球探险上会发现什么呢? 可以在留言区分享您的想法 如果你今天有学到新的东西 那就麻烦给这个影片点一个赞 并与朋友分享哦 嘿 千万不要马上去别的地方 我们有超过2000个超酷的影片供您观赏 您所要做的就是选择上一部或是下一部影片 点击播放然后慢慢观看吧 持续锁定亮生活频道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